今年1月13日 字节跳动宣布旗下的新时实验室将并入教育应典团队 常识告诉我们 字面越少 它的信息量就越大 而字节跳动作为现象级APP抖音的母公司广为人知 单期麾下的新时实验室 看上去或多或少有些陌生 那咱们长话早说 老罗把手机业务及其坚果品牌卖给字节跳动 连带着原来的手机团队 一定被字节跳动收编为一个叫做新时实验室的功能 负责坚果手机的软硬件研发 如今这个部门又被并入字节跳动的教育经典团队 且不再推出坚果品牌的手机产品 表面看上去老罗事无己出的坚果手机 落得如此收尾 不得不令人唏嘘 但如果说坚果手机的颓势 全然是因为精神领袖罗永浩的离场而引起的话 也有失偏迫 因为以当时他的状态而选择离开 在感情上可能员工和终人粉丝很难接受 然而这虽算不上及时 但对于当时的锤子科技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之所 鉴于我们极大可能再也见不到坚果新品的发布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品牌上广义的收官之作 坚果R2开始出现 初见西平状态下的坚果R2 可难在锤子logo之外感受到 它是一款原先的锤子存在达造的传统 不再是锐利益类 没有过多的对称 所谓量化美的金线也不不存在 以前被坚果R1相比提太更风鱼了 线条更圆润了 甚至当你看到那个 似乎被刻意降低了存在感的锤子logo 都会由衷在心里默念一个 哦 但当点亮屏幕的一瞬间 就像周云池在少林足球里说的那句猜词 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 几乎毫无折挡的高水准地区 屏幕底部隐隐呼吸的时间信息 降上滑动打开锁屏 每一个或明或暗的预动方块 都在告诉使用者 时间可以改变模样 但难以判动出息 我们有理由说坚果团队 自坚果Pro3以来 到坚果R2的ID设计 全昂的前屏渐渐气象妥协 市场喜欢打孔全面屏 行 优户觉得全面屏好看 整 一项素摄像头牛逼 安排 即使锤科的粉丝们再不愿意看到 这也都是客观事实 只是就像坚果R2 是市面上少有的四边等宽的手机 也几乎无人提及一样 无论是硬件或者软件上 坚果团队从来都是在大众很难注意到的地方 发挥自己过剩的设计才好 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如果当初的锤子科技 不做像手机这样的大控消费品 而只在一些小众圈子里 为用户默默服务的话 可能也不会有过去几年的动荡和异熟 甚至再多的质疑和嘲讽 也会被淹没在赞美声当中 所以当我们以大众消费者的眼光 去审视坚果R2的外观时 嗯 还不错 但跟别人也没什么不一样 是的 从Smartisan T1开始 每一代锤子科技出品的手机 都能让人一眼就认出 他们就是深深烙着这个公司基因的产品 最具代表性的锤子logo 几乎出现在每一代产品背部的黄金分割点 而当我们拿起坚果R2时 除了在圆形的边框按键 和锁在背面一角的红色logo上 还能找到一丝锤味 其他的部分任你再有情怀 似乎也很难找到野青虎的那种感觉 事到如今在翻看Smartisan OS的界面和交互 几乎都有老罗的文化遗产 大爆炸 遗布 闪见胶囊和TNT 甚至多年过去 连墨肉UI也仅有细节方面的变化 依旧是风格强烈的拟物化图标 无法在桌面任何位置下滑呼出通知栏 无法在横屏状态下通过上滑手势 走到主界面等等 前面提到的过剩的设计能力 被大量运用在诸如 可模拟光照倒影的桌面图标 自带音乐APP可模拟唱片老话音 甚至打叠等很难注意到 或者不经人提醒 你几乎永远不可能知道的那些特性 当然坚果团队的传统异能 仍然没丢 曾经生动的软硬件结和范例 闪见胶囊迎来了升级版的时间胶囊 针对特定人群的好用与否 字不多说 单纠其优先级编布亚于闪见胶囊 被单独设置了一枚实体拨片式按键 在屏幕左侧边框 开启之后会收集用户 在手机上一段时间内的 几乎所有与图文影音有关的行为 关闭时则能按照时间顺序 自动生成该段时间内容的闪见胶囊 供用户区 不得不承认这个升级版的闪见胶囊 狠狠地击中了经常开会和上课的人群 因为如果你经历一场长时间的会议或讲座时 之后的资料整理可以说是灾难节 时间胶囊则大大提高了整理的效率 不可谓不贴心 不过像一部和大爆炸一样 时间胶囊仍然需要 甚至需要更高的学义成本 那么如此细分人群的功能落到大众消费品上 可能引起的就是一片高呼鸡肋的虚虚 因为毕竟绝大多数消费者有的日常 都是打电话 聊微信 玩游戏 刷抖音 看视频等自带记录功能 或者根本无需记录的功能 退回到手机的技术体验 从前的锤子和现在的坚果 像是有着相同的不满 珊珊来迟的865 移动120Hz 甚至144Hz屏幕夹机下的90Hz屏幕 已经算不上快的55W快充 已经及格但仍不出彩的相机等等 虽不能说敏然众人 但与T1发布时的视材傲物 已然相距甚远 在如今竞辟时不时图榜的参数 价格和实体店渠道缺失的前提下 坚果R2手中的牌 看起来在线上线下都不太能打 线上用户只看参数和媒体带的节奏 以该机的各项硬件参数而言 完全讨不到便宜 实体店更是因为赚不到钱 早早地在几年前全线收摊 而导致线下渠道几乎为理 主发价格更是一众有伤直呼内行 现在提起坚果手机 我们能回溯到最多的还是锤子科技 而说到锤子科技 就不得不提罗永浩和他曾经被群嘲的秦海二字 如今直播带货还债的他似乎活得更通透了 在坚果Pro3的发布会之前 甚至还在微博上毫不留情的缺德了一番 那是他一手打造的手机业务一主之后 发布的第一款团体 诚然这款手机的各方面表现没有如何亮眼 但老罗如此干脆的将新人实验室进行切割 吃瓜群众在例行吃瓜之余 更秀出了一丝心酸 毕竟以老罗的审美和近乎吹猫求疵的性格 比如他操刀的坚果系列 从话题度和销量都小有成就的坚果优衣 到发布会时他一度哽咽 销量更拯救锤克于水火之中的坚果Pro 再到被TNT寻民夺主的坚果R1 即便在审美上这些机型算不上鹤立机群 但相较于坚果Pro3 我个人看来还是有很大优势 当年的锤子科技也曾经标榜 美是第一优先级 所以坚果Pro3不够美 可能是老罗释放本性下场吐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坐观锤子科技的历史 最令人动容和恶望的 当属SmartCNT1和TNT 想要了解锤子科技和罗远浩 也不得不提到这两款产品 前者是国产手机中 首次获得IF金奖的智能手机产品 并且是一个初创公司发布的第一款产品 虽然在市场反馈中暴露出许多问题 但仍然意义非凡 后者或许是老罗无端膨胀后的野心 也或许是他的背水一旦 然而无论如何 事实证明足够超前的理想 也需要足够强大的能力来支撑 2014年5月20日 SmartCNT1发布时 β板的SmartCNTOS已经更新数百 时间一年又五 在此期间 老罗已经通过一级之力 在社交媒体新辣点评各手机厂商 不断搞顺眼看 气吞天下的豪气一时吸粉无数 也被当时这款本就备受期待的心机 拉满了期待者 发布会上渲染图释出时 社交媒体上尚显平静 褒奖和质疑的声音也都相对冷静 而当价格公布的瞬间 抗摔声像炸了锅一样 排山倒海而来 后续的产能爬坡受阻 加上身为CEO的老罗 与某媒体主理人直播辩论的不理智行动 给这款产品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而导致发布不到半年 便不得不降价1000元 正所谓伏不双制 破不单行 即便当时T1获得了工业设计界的 最高荣誉之一的RF金奖 也没有让老罗有所收敛 继续在社交媒体上 与路人疯狂对线 最终使得T1仅以25万台的销量 草草结束了生命对期 如果T1的销量 还足以支撑锤子科技走下去的信心 那么TNT的发布 和其之后的不了了之 则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滑腿 2018年5月15日 锤子科技在北京鸟巢体育馆 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发布会 由于老罗估计重识般的 在发布会前 极大的拔高了大众的预期 以至于在坚果R1的部分结束之后 现场的掌声和欢呼声钟 也能听出一些尴尬 而当老罗端出TNT这道硬菜 并进行多次理解万岁的演示之后 媒体知道了 市场知道了 我才连锤科的高管也能预料得到 TNT顺利扑改 尽管它给出的人机交互模式 足够新颖 且前行打磨的话 或许经过一年两年 试着更快 会有获得市场认可的那一天 但我们知道 在那样一个时间点 发布TNT的锤子科技 最缺的就是时间 另外一方面 自杀式的价格 也相当于宣布了TNT 升空给予的命运 就像视频开场提到的那样 罗友浩的离场 对当时的锤子科技来说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幸 因为在TNT发布前后 他明明可以不做那些 会造成负面影响的事 即便在尚未成熟的TNT发布之前 他也可以不选择 无限拉高大众的预期 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做了 不知道究竟是 他当时在公司内部权力太大 没有人能阻止他 还是所有高管跟着自嗨 对他进行了放哑 而这带来的结果 不出意外的过瓶如潮 在那之后 老罗也慢慢走向 舆论场的边缘 开始收敛起了 或许老罗一如他本人 在社交媒体上 曾经宣称的那样 内心作为强大 强大到既无失了太多的问题 也没能完成心中的野望 而一组之后的坚果团队 即使背靠自己 也挑动这棵大树 在供应链上 也很难有话语权 对产品的最终结果 也无法更好的掌控 以结果来看 市场从来不会说谎 对老罗一样 对谁也都一样 我们当然希望 锤子科技有一天 能够重返战场 只希望别再是 这幅孤的英雄动物 说到这里 为了给锤子科技 这样一个体面 或者曾经体面的公司 梳理一下那些 曾经辉煌 或令人寻味的产品 我们一共收集了 从Smart Season T1 到建国Pro2S的 所有主要机器 来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展示 首先看到的是 Smart Season T1 这是锤子科技出品的 第一款智能手机产品 仅以外观 就获得了工业设计界 最高荣率之一的 德国IF金奖 甚至连包装 都能连带获奖 标志道 能获得该奖项之中 优秀奖的产品 虽然多得数不清 但能摘取金奖的产品 在该奖项的历史上 均为风投一时无量的产品 同年与T1一同获奖的都是像 是马基居国手系列相机 Apple Watch 三星Gear Circle 运动蓝牙耳机等 优雅又实用的产品 我们在T1这款产品上 能够看到当时的锤科 对于设计这件事情 有多么的执着 无处不在的对身美学 纠长的三颗正面尸体按键 首创的听筒光感2K1设计 黑色版背部 充满质感的时刻锤子logo 人们往往说 亮变引起质变 审美却又无法亮化 但Smartedon T1证实了 卓越的外观 也是可以由 足够多的细节成就的 第二款是Smartedon U1 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的人 可能都很陌生 毕竟在发布会上宣称的名字 叫坚果手机 就连微博识别的机型 都是坚果手机式的大字 Smartedon U1这个名字 通常是和它的内部代号 YK601一起 被人遗忘在工信部的数据户中 这款手机推出时 锤壳刚刚历经完几轮舆论的系列 其中也包括 往后每年都要历经的倒闭传门 然而事实是 当时的锤壳的经营状况 已经不允许再出现 T1那样商业上的失败 且急需一款能够跑量的产品 所以Smartedon U1应运而生 多色可选的瓦量纸设计背壳 全塑料机身 正面则延续了T1优秀的设计 仅用三个触控小点 代替了实体按键 在当时性能尚可的骁龙615 漂亮的不像实力一派的亲切宣传 以及899元的起售价 无不再向年轻人示好 当然Smartedon U1也不负重乱 一改T1的销售颓势 生命周期内销量近百万部 虽然与主流竞品还有差距 但对锤子科技来说 已经是一个不爽的进步 公司经营状况 也因这款产品渐渐步入正轨 然而Smartedon U1的小小成功 也被接下来的Smartedon T2上的傲慢 和偏制满下了一段 老罗曾公开表示过 边框上的牵线条和SIM卡托的开口 再没也是8号 干掉电源键 于是当我们拿起Smartedon T2时 对无断点边框感到精致的同时 煞时间会有更忙 电源键和SIM卡托在哪 最像在T1上为了不留下卡托开口 而将后盖做成可拆卸来拆装SIM卡 是不可能换电池一样 在T2身上 锤子科技攻击击地将SIM卡托 做进了屏幕右侧边框的音量按键中 甚至保留了音量按键的功能 使之形成了一个二合一的设计 电源键功能更是积升在了 正面三枚视野按键的中间 抖按点亮屏幕 长按锁屏 长按五秒 呼出关机重启界面 是否好用暂且不提 为了干掉一颗使用频率极高的电源键 从而让用户增加了如此分量的学习成本 这真的值得吗 另外由于整机没有天线条外露 且边框又为金属材质 导致T2的信号表现十分糟糕 仅仅达到了工信部所要求的最低设频标准 在实际使用中 搜网和通话方面的缺陷 甚至可以与iPhone XS Max的镜高下 不过有一说一 上述取舍也只是锤子科技做出了选择 本身并没有对或错 但作为一款大众消费品 在通信这样手机产品上 最基础的体验上掉了链子 即便再美 消费者也很容易用脚投票来换 就在消费者以傲慢与偏见 回敬了老罗的傲慢与偏执之后 锤子科技在2016年10月18日 推出了Smart Season M1和M1L 我们知道以往锤子科技的产品 在设计美学上可以称得上第一体对 但在相机SoC续航上却一直为人诟病 Smart Season M1和M1L 在上述问题上则有了常组的进步 以M1L为例 不仅搭载了当时最强的小轮821 电池也来到了4080毫升 加上24瓦的快充 甚至连屏幕都升级为2K粉能力 可谓是全方位的秀了一把肌肉 然而因为外观方面 Home键与当时的iPhone过于相似 而引起了转让大波 就连老罗在建国Pro的发布会上也直言 M1系列的外观是锤子科技设计史上的耻辱 由此又引发了一波吐槽的狂欢 更是因为此番言论 伤害到了很多M1系列用户的信用户 在当时的一个时间点 媒体也例行公示一般 大面积报道锤子科技日常倒闭 就像Smart Season U1的发布一样 坚果系列没开二度 坚果Pro又一次立马爆发 如果说锤子科技一路走来风评一直火于三半 那么建国Pro的发布和生命周期内的销量 则是这家公司最高光的许可 没有之用 作为一款千元机 骄龙625 金属加玻璃材质的选用 优秀的续航 原计划使用第三的优秀外观 不仅盖过了对仍使用原型Home店的吐槽 就连可以用来削苹果的边框 也没能阻挡建国Pro的销量突破百万的步伐 舆论风向顺时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社交媒体上也不仅是对这款产品的嘲讽 反而很多用户更愿意去分享 他们对手中这款建国Pro的使用感受 这一年锤子科技也破天荒地加大了广告 和线下渠道的投入 不管所谓锤黑和罗黑愿不愿意承认 当年的锤子不仅产品力出色 原划当道时代的锐利一类的路人员也出奇的好 不知道是觉悟的太晚还是在这之前却是有心无力 在2017年11月7日锤子科技才推出了经过Pro2 在这款产品上我们能看到锤子科技稳扎稳打的阻害 相比前代产品没有那么锋利的边框倒角 当年的神优销龙660的加持 突破性的将指纹识别模块和背部的锤子logo合二为一 尽管边框上细细的红线永久引发了一些争议 但对这款产品的更多正面评价和不错的销量 比上锤子科技的那一年走的没有那么两强 似乎连续几款千元机的销售成果 让锤子科技尝到了千元机市场的甜头 坚果3在建国Pro2发布的不到半年内便快速连食 酷子小米MIX的外观糟糕的相机调教 本会让坚果3成为又要爱骂的一款产品 但得益于低廉的售价和骁龙625带来的出色续航 在当年的千元机市场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是综合来看 这款产品只能用罚项可纯来选择 事实也证实它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甚至连差评都很少 许多人甚至认为 监管三连发布会都略显成正无聊 这让发布会下来老罗也几乎不讲断了 唯一的惊喜是带出了监管R1的发布日期 而本应该是主角的监管R1 依然保持着锤子科技大部分高水准的外观设计 除了那个有些打脸的美人间 R1即便放到今天来看 也仍是一款可圈客店的产品 又轻又薄 当年的旗舰芯片骁龙845 还配备了连很多R1用户都不知道的压杆屏幕和无线充电 可就是这样一款均衡的产品 本应得到更多的赞许和热度 在发布会上却被TNT抢进了风筒 在那之后 监管R1又被爆出后置镜头度膜脱落 屏幕与边框分离较大的屏红问题 让这款落寞的旗舰也没有获得该有的销量 在监管Pro2S的发布会上 可能当时所有人都没有看出来 这款产品将成为老罗时代的锤子科技绝唱 从全场尴尬的无线屏开始 到后来因为屏幕素质导致分屏被害 可以看得出来 这款产品是想要沿用监管Pro2的外观 以及换新骁龙710来复制监管Pro2的成功 但事实是 声量和销量分分离击 如果产品仅仅追求发布会上的演示效果 那么无线屏的演示效果上 即便存在了一些小问题 也已经达到了上述的要求 人类的直觉从来都是仰望星空 但无线屏却炫技般的利用了传感器 在屏幕上实现了一种俯瞰星空的效果 多的形容词我也说卷了 总之看上去十分酷炫 只是落实到具体的使用需求上 主线屏几乎什么都没有解决 反而在互助方式和持有使用之后 让人感到困惑和疲劳 此外 小改外观同时新面换代的产品并不少见 包括子公司苹果的惯例 甚至是一个外观用四代 依然能款款热销 有上面也经常有消费者喜闻乐见的 所谓家族式设计出现 所以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 只是锤子在能做到的体验方面 有一些本末倒置 新特性非常绚丽 但怎么看都很鸡肋 屏幕这种直击人眼的主要硬件 却素质不佳 到最后只能换来消费者的一句 吓死于力 最后不得不提的 就是TNT 有别于其他锤壳的手机类产品 TNT这款老罗口中的 下一个十年的个人电脑 在发布会上的真机演示 可以用不忍直视来形容 bug拼出 理解外岁 和一些比一般的交互 以及现场稀稀拉拉的欢呼声和掌声 也似乎暗示了它今后的命运 面对这样的场面 我突然想起一个段子 大致是 你能购买到的再糟糕的产品 也至少有一屋子的人认为 它是完美的 发布会上展现的 TNT的表面上看来 仅仅是一块零算力的四个显示器不同 因为这算不上是原则 通过手机连接显示器 来呈现一个桌面级系统的想法 体量大如三星和华为 都在这个方向上持续投入 像华为也做了一些成拙 至少能证明 这不是老手常谈的方向错了 TNT最大的问题 是想要在桌面级操作系统上 用主要语音输入 配合手指点滑的交互方式 在作为主流交互方式 存在了许多年的键鼠模式上砍一刀 且试图进行替代 暂且不说在多长时间内 能将语音识别的精度 提升到键盘输入的高度 但就手指的点滑操作效率 是不是能在诸如办公和游戏 这类的需要高频操作的场景中 超过鼠标这一点 就已经使人充满疑问了 并且实际体验下来 在这样一块27英寸的大屏 高屏的使用手指上下点滑 不管是浏览微博 或者微信朋友圈这样的信息流媒体 还是操作一些主流手游 不过十分钟并很明显感知 手臂因疲惫带来的轻微酸痛 加之将建管R2更新至最新版本 并连接给TNT时 还是能感觉到即便在今天 老罗在三年前的发布会上 宣称的诸多特性要么没错 要么bug仍然其多 原谅我说一声一言难尽 最后TNT连小规模量产也极其勉强 只留下那句 安静你吵到我用TNT了 在数码产品的历史里头发 有人说是罗永浩毁了锤子科技 不断专行的他多次无视同事阻断 被公司造成了极大的舆论 和经营上的双重压力 彼时的锤子科技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按照老罗在当年新品发布会上 反复提及的说法是 披着软件外衣机的硬件公司 但在Smartton T1发布之前的一年当中 和在社交媒体上多次舌烂群儒的犀利作风 舆论和消费者在提及这家初创公司时 最频繁关注的 反而跟移动互联网和硬件 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而是他本人 到最后他因为债骨不得不出售手机业务时 便有耗尸者甚至高呼锤子要成了 也有人说是罗永浩成就了锤子科技 因为从Smartton OS的第一个测试版本发布 到后面几乎每一代的产品 都渗透着他的想法和对人机交互的探索 试想一下 如果在某个平行时空中的锤子科技 到现在还活跃在智能手机市场上 更获得了巨大成功 那里的老罗仍然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 也输送了足够优秀的创业 但却将自己的锋芒藏在了人群背面 一切看起来会不会更合理一些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